文匹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 明小圈 明小圈 动画成语课 田记赛马 我跟铁头因为抢零食争执不下 于是约好放学比武 谁赢谁吃 有准 明小圈 第七段广播体操 铁头 铁头人高马大 单挑我肯定不是对手 于是我偷偷叫来了我的表哥 上初一 万万没想到 铁头竟然也留了一手 叫来了他邻居家的哥哥 上初三 就在敌强我弱之时 我淡然一笑 因为我还有后援 登场吧 我上高一的小舅舅 铁头啊铁头 我从未见过如此报言无耻之人 他竟然叫了他的表叔 上高三 此时我飞速运转着我的脑子 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女小圈上学记等著作 在脑海里翻转着 久了 田记赛马 此际地冷中我方 反败为兽 果然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只不过 我忽说了一点 我这是那笔下的马 同学们 君子动口不动手 打架是不对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 米小圈情急之下 用了一招田记赛马 那你们知道田记赛马这个成语以及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战国时期 比赛马 比赛分三场进行 最终获胜次数最多的一方为胜者 奇国著名的大将田记也热衷于赛马 这一天 田记和奇卫王相约来一场赛马比赛 奇卫王手下的赛马和骑手 是整个骑国最优秀的 快点 果然 三场比赛下来 田记全部虐败 正当田记垂头丧气准备离开赛场时 他的好朋友孙病 叫住了他 田兄 三场比赛都是西白啊 可惜了 哼 想不到你也挖苦 不够朋友 绝不是挖苦你 只是觉得惋惜 你本可以赢下比赛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头 你觉得我站得起来吗 抱歉 我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每个等级的马都比大王的差异线 怎么都要 田兄 别急 你去跟大王再约一场 我自有办法 在孙病的陪同下 田记又找到奇葳王表示想再比一场 奇葳王看着眼前的常败将军用来挑战自己 欣然同意 欣然同意 第一场比赛开始 奇葳王轻松取胜 大王胜 田将军 比上一场还差 你要打破你的超白级路了 孙兄 不靠谱 好奇葩 好奇在后面 第二场比赛开始 奇葳王本以为自己稳操水圈 可没想到田记的赛马勇猛无比 竟然领先了好几个神位 率先到达了终点 田将军胜 运气 运气 没想到还真让他侥幸赢了一场 孙兄真是名不虚传 你是怎么让大王的马变慢的 最后一场比赛开始 奇葳王和田记都紧张的望向赛场 只有孙病一副风轻云淡 胸有成竹的样子 比赛开始 奇葳王的马率先冲了出去 好 加油 使劲跑 快 快 再快点 只见田记的赛马突然发力 竟然超过了奇葳王的马 而且双方的距离被越拉越远 第三回合 田记又赢了 三局两胜 奇葳王鼻梢第一次说不错 寡人怎么会输 在我奇葩境内 寡人的马出来都是最快的 大王 我也很纳闷 我们还是要孙先生解释一下吧 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改变了田将军他的马的出场顺序 出场顺序 哼哼哼 众所周知 田将军的马虽然不如大王您的 但只是略有逊色 实力并没有差很多 嗯 确实如此 去 所以 第一场比赛 我让田将军用下等马 对战大王您的上等马 结果大王的马遥遥领先 第二场 田将军的上等马 对战您的中等马 在赛马的品质上 田将军有优势 所以他胜了 嗯 好那个孙兵啊 寡人等啊 第三场 田击的中等马 对我的下等马同样有优势 所以他又赢了 大王胜命 马还是当初的那三匹 只是更换了顺序 便击败了大王 哈哈哈哈 好好 寡人虽然输了 但输得痛快 来人 给孙先生赐座 谢大王 通过这次赛马 齐维王认定孙兵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非常看重他 此后他还拜孙兵为师 经常向孙兵请教兵法 齐国也因为君臣团结 变得更加强盛 同学们 相信田击赛马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听完这个故事 你们有什么感触呢 孙兵运用智慧以弱胜强 他实在是太聪明了 是啊 他在这么不利的条件下 还能运用智慧战胜齐王 真是太了不起了 嗯 米小泉和李莉同学回答的都很好 那谁能用田击赛马来造个剧呢 我来 在三局两胜的白手腕比赛中 实力较弱的米小泉组 采用田击赛马的策略取得了胜利 江小牙还真是活学活用 这个剧造得非常好 嘿嘿嘿嘿 谢谢老师 好你个米小圈 你就是这么有的我呀 你管我笔记灵 呃 米小圈陪你快乐学语文 同学们是不是还没看过影 别急 米小圈给大家准备了三十集动画片 想要看全集的可以去App Store 或者应用商店下载喜马拉雅儿童App 不仅可以唱看米小圈动画片全集 还能唱听米小圈所有音频节目 赶快去下载吧